11月8号正当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时候 中共海外喉舌《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 向大陆民众泄露了一个中共最为害怕而极力掩盖的信息 中共活摘法轮功血缘器官正受联合国关注 《环球时报》的报道主要是根据《以色列国土报》11月7号的报道内容 事件来自以色列议员最近签署的一份请愿书 请愿书要求联合国调查中共摘取活体器官事件 因为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与一方交涉 一些签署请愿书的以色列议员担心影响和中国的贸易 而承认没看清内容就签了字并正式向中共道歉 大纪元新闻网对比国土报的原文发现 《环时还是漏报》原文中的重要信息 原文中提到以色列议员签制止活摘器官请愿书 遭中国政府施压威胁和要求道歉 签字的9名议员中有3名议员道歉 只有一名议员说没看清内容就签了字 另外的两名议员强调自己是被迫撤回签名 原文还说 中国外交官要求以色列议会 以中友好联盟主席大卫罗特姆写一封道歉信 就此罗特姆请求这9名议员在道歉信上签字 否则将损害以色列和中国的关系 但遭到大部分议员拒绝 签了请愿信的议员奥尔巴赫说 我不记得谁给我签这份请愿书 但是我看过而且完全清楚我签的是什么 因而拒绝道歉 活摘器官不是一个政治层面上的问题 它可以说是对整个人力是有巨大的危害 这个事情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纳粹德国 对犹太人的伤害 可以说是对整个人力的尊严 道德的底线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个事情我可以肯定的讲 全世界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们 对这个问题不会罢手的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今年2月初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后 这其让人难以置信的反人类罪更受到西方主流国家的重视 美国政府在做出阻止活摘器官的罪人入境的决定后 又在5月的2011年人权报告中写入对中国活摘器官的指控 9月18号 大纪元总编辑郭军在日内瓦2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提出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后 引发与会的100多个国家及非政府组织代表的关注和声援 纷纷谴责中共暴行 10月3号 106位美国国会议员 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有关 中共活体筛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 随后 多个国家的正义知识发起请愿签名 要求联合国调查中共活摘器官 以色列正义人士也发起请愿签名 环球时报的文章应该我想记得是有意想透露这个活摘器官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它就太笨了 完全是抓石头打自己的脚 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让国内人看到 它一定会看出阴来的 因为它几个方面 反正说它是证实了活摘器官有这件事情 而且还证实了国外有签名运动 2007年8月 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涉嫌为以色列人前往亚洲进行人体器官移植 充当中介的男子 主犯承认器官来自中国大陆的死囚及良心犯 包括法轮功修炼者 同年11月 220名以色列犹太教士学者及政界人士 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呼吁停止在中国发生的暴行 2008年2月 以色列犹太法学专家呼吁 犹太人必须带头谴责中共为摘取器官而谋杀良心人士 特别是法轮功学员的罪行 从2008年开始 以色列没有任何病人为器官移植前往中国 2012年4月 以色列开始正式实施新的器官移植法 禁止保险公司支付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